我们帮助别人这样子 然后自己也也就是类似于创业是不是 也也有收入 你说的只是类似于创业 但不是创业知道吗 但是他去那边他能做什么 他现在他去那边什么都不用干 什么都不用干 去那边就给我当秘书 一个月给他五个W 你能给吗 还创业 那他不愿意跟你去啊 我不去我真不去 对不对 阿哥他不愿意跟你去的吗 我不去 是不是 谢谢打的正能量啊 谢谢 阿哥没事 阿哥现在站在这里啊 怎么见呢 说说爱哥姐姐们 他愿不愿意 你说的也不算 他说的也不算 为什么他 这是他的事 他为什么 他说的为什么不算 他父亲说的算 懂吗 他父亲为什么会去 他父亲说的也不算 你知不知道 现在阿哥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了 是不是 他说的不算 你说的算 那你得问阿哥 他愿不愿意去 知不知道 他愿意去了 你才能带他走 知不知道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朋友 现在我们就是 朋友 你是不是得为他着想 对呀 是不是 你得为他好 对不对 他好了 你会开心吗 他好了 我肯定会开心 那不就得了吗 他跟我去深圳 就可以过上好的 他现在他想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慢慢慢慢的 自己的去创业 在农村里面发展 这样子不好吗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城市人永远都是城市人 别说我瞧不起农村人 我压根我就没正眼瞧过 瞧过你们这帮农村人 还打着还来 入农还创业 你跑到大山里创业 你创个什么业 咱俩搬石头板 你跟什么老太太创业 看不起农村人 我是真没看得起 我也真 我也没正眼看过 知道吗 我们现在我们网上数三代 哪一个不是农村人 你说 是不是 那是你们不是我 知道吗 你们这帮农村人 我压根我就没正眼瞧过 懂吗 往旁边上 往后 他说 他看不起我们农村人 知不知道 怎么样的 叔叔爱哥 姐姐们 那也只是你爸爸的 是吧 那也只是你爸爸的 成功了 你只是一个 啥也不是 知不知道你现在 玩裤子的 你知道就知道 玩 你这样子 你带阿哥出去创业 你创什么业 跟着你去 去玩 啥也不做 是吧 但这不是阿哥想要的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不就是要生活吗 一个 一个女孩 是吗 不就是要生活吗 不就是要过上好的生活吗 谁不想要过好的生活 你不想啊 要不 要不你过当司机 我一个月给你开点 你说你看不起 你说你看不起农村人 是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阿哥带走呢 对不对 我要 我要带他走出农村 走出大山 那他想通 他想的是自己努力 然后走出这个农村 知不知道 是不是 你说了 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 是吗 你别跟我说 我 我 我给爸打个电话 你给你爸 我给他爸打电话 你等着啊 志愿哥 我给你打电话 他说他会跟他爸爸打电话是吗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他 他今天跟我奶奶打电话打了几次 就说他跟奶奶打电话是吧 叫你跟他就是他刚开始叫你就是自己下来是吧 然后你不愿意奶奶叫你去的时候你不愿意 然后他就自己上来来接你是不是 不是他直接就来了 他他现在去给他那个了 给他爸爸打电话去了 他刚刚说你们看到没有 直播燕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看到了没有 你坐吧 你坐一会儿 你们看到没有 直播燕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谢谢打的正能量啊 谢谢 所以我很着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给你打电话 然后 就说你现在你是不愿意去 你就是想着 跟我跟我一起 就是在农村里面发展 慢慢创业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是吧 然后你就是你们的想法 直接被他们否决了 他们不同 就是他的就是他的想法就是带你去 他刚刚说 把你带到深圳去了直接当到秘书是不是 但是昨天你你你也跟我说了是吧 你说他自己就是没什么本事 除了玩就是玩花蹄酒地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而且脾气也特别特别不好 也算是吧 谢谢打的正能量 谢谢 谢谢 然后 因为 我跟他说了我要在家照顾爷爷奶奶 然后我在农村挺好的 我不我不想去 然后他也 他一直说 我说了不算 我爸爸说了才算 他说你 你说了不算 应用把你带走 然后本来我要在家照顾我爷爷奶奶才好 本来 哎怎么说呢 谢谢打谢谢支持阿嘎啊 你们支持阿嘎呢 在购物店里面打也不支持阿嘎好不好 我昨天晚上也打电话问我爸爸了啊 爸爸怎么说嘛 叔叔 跟他说的一样吧 谢谢在公平上面打出的啊呃支持阿嘎啊 谢谢大家支持阿嘎 这个手机放一下 你爸爸怎么说 你爸爸他那边什么想法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不管他们怎么做呃 怎么样 呃你一定要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我不管我爸爸跟他说的什么 我不会去的 因为我要在家照顾我爷爷奶奶 对 爷爷奶奶需要照顾对不对 然后现在也有直播间里面很多的叔叔阿嘎 他们也在支持 我们两个在农村里面住农 在农村里面创业 是吧 所以 我们现在有已经有一点成绩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放弃 你去那边他刚刚他说了 是他说了你去那边一个月给你无望 就很不现实的一句话 真的 是吧 只要如果说你呃 就是不想去不想去那边 你想坚持留在公 就是农村里面 我和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 永远的 站着你就是站着你身后 去保护你知不知道 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跟你们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我们是不是就是很支持阿嘎 你们支持阿嘎的都会没你们打一波支持 好不好 我看有多少个人是支持阿嘎和阿宁的 因为我昨天说了很久我不去 然后他说他 但我好像听他说他今天还要来 我以为他他骗我的 然后他今天就给我奶奶打电话了 打了几次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他就是他还没上来 就是在山下的时候就已经给你给爷爷 给奶奶打了很多的电话 就是必须要让你去那个深圳是不是 然后你没同意你不愿意去 然后奶奶又又给就是奶奶又跟他说 是吧 然后他就上来了对不对 嗯 痛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你就是现在在农村里面 就是直播间里面那么多的叔叔阿爷哥哥姐姐 他们支持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 因为 他说他拿了50万给我爸爸 那你就是那爸爸收了没有吗 我不知道我给我爸爸打电话 他说你你跟就是支援去深圳就行了 你看现在我们直播间里面那么多的叔叔阿爷哥哥姐姐 支持我们是吧 我们怕什么呢 对不对 哎 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爷哥姐姐你们说对不对 对的在会面里面打出来好不好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 不要就是 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持自己的想法 去做 是不是 我说了 就算我们家 就是很 再怎么缺钱 我说我挣的也不是很多 然后也能维持家里的 慢慢的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吗 以后 然后我爸爸也不听 他说你那你能挣几个钱 就说叫我跟 你说你什么都不用管 你跟志愿去深圳就行 然后他就把我电话挂了 我打他也不行 然后现在你跟他们打电话 他们也不接了 是吧 我在想 我不会 我不会去深圳的 他就算给我爸爸不算 我自己慢慢赚钱还给他 对 那现在就是阿哥他不愿意去 那他们还是应要带阿哥去那个深圳是吧 但是 那个那个男的他刚刚打 说要给他爸爸打电话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 怎么要么的说说阿姨各位姐姐妹 你们刚刚听到了没有 就说那个男的 又是那个阿哥的表哥 给要给他的爸爸打电话 说谁呢 说我坏话呢 说我坏话呢 没有啊 坐坐坐坐下来 瞅你拿个儿来一样 你你这样还不走呢 表妹 我刚才给你爸打电话 你爸说了 你爸一会儿也来 我爸 一会儿也来 我爸 怎么不听话呢 天天就要让这个一个外人往我们家跑 叔叔要从深圳回来 哦那个这家回来吗 我不知道他我马上给他我马上给他订机票 专机 直升机坐过吗 坐两个人的那种 我爸要回来 你太不听话了 我劝你还是跟我走 要再不走他真会回来知道吗 这是阿哥他现在那么大一个人了 是不是对不对 他坚持去做自己喜欢 喜欢做的想做的事情 我真不去 我们既然你是他的表哥 也是他的亲戚是不是 嗯 你应该去 支持他 我我 是吧 难道我这不是支持他吗 你这 你让他去那个深圳去做什么 你创业怎么去创业 就去跟做你的秘书 你现在你自己就是花的酒 就到处玩了一个人 我就明跟你说吧 他把他许配给我了 懂吗 许配给你了 对 懂不懂啊 这叫门当户对 我必须让他先成长起来 就他现在穿的穿的跟个农村老太太似的 也配不上我 我必须先让他到真正去成长起来 没有啊 没有钉啊 没有 我都不想跟你多说一句话 走 我自己会慢慢赚还给你的 我不知道你跟我爸多 你还得起吗 你觉得你还 你能还得起吗 昨天你爸收了我五十个 从小到大 你们家吃喝的房子都是我 都是我爸掏钱盖的知道吗 门口拉路也是我 也是我爸掏钱给你修的 你还得起吗 用什么还 用一辈子还 最合适 知道吗 别天天跟这小子在外面混 混啥呀 收个山货 搬个石头 咱俩是能 人就能保证不饿肚子而已 是吧 还手里的爷爷奶奶 年纪大了就干啥干啥去 知道吗 跟我走去城市生活 对吧 我也看 我也知道这个叫什么阿尼 我查过这小子 是吧 就是收山货 一斤就挣个一块两块 能干啥 我 我自己挣的钱 我能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叔叔爱哥哥姐姐你们说是不是我要在家照顾我奶奶 然后我不管挣多少我自己挣的钱我良心过得去就行 你确实他们家确实 所以说姐妹要听话知道吗 是吧 你看你爷爷奶奶那一个月得花花花花好几千对不对 就冲收那点山货就这小子穷穷穷穿一个月拿个几千块钱的工资能能养活你还是能养活你奶奶呀 我真不去我我就算一个月只挣个一两千块钱我能你想过你奶奶吗你想过你奶奶一个月的费用吗你支撑得起吗 只要你跟我去了深圳这些都不是问题知道吗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一天的零花钱就够人花花花一年 懂不懂还有你这叫阿宁你懂吗什么叫什么叫富人圈知道吗我开的车都是多少你开过吗 我出门都是直升机专机 你有那实力吗在这在这跟我争跟我抢 但是我们现在做就是犯的你别跟我说话我都不想跟你听你说话啊我在门口等你五分钟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考虑好来跟我说 我一会生气了啊我生气后我很严重 我不会去的没事只要你不愿意去阿宁一定会永远站在你身边 永远去支持你包括直播间里面的现在五六千人是不是他们也会支持你的 什么人是吧我刚跳什么什么什么直播间 啊你举个手机直直播呢对现在直播间里面有五六千个人在线他们在看我们 多少人啊五六千人啊见过那么多人吗假的吧他们现在直播间就没有五六千个人在支持阿宁和阿嘎做这个收商货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人会做助农 假人吧会说话吗那肯定会说话啊他们一直多的支持啊在公平上面一直打的支持我哥阿嘎你告诉我直播间我进去了让他们让他们欢迎一下我来我看看直播间是有多少人我看看来我看是真的是假的 凭什么给你看是不是假的呗你糊弄谁呢还还举个手机还假装直播呢还假装还有五六千人 直播间都不敢让我进吧谢谢打的正能量谢谢打的正能量是吧我进去我给你刷个滑子 滑子我们不需要滑子知不知道 谢谢支持阿尼阿嘎你们说是不是只要阿嘎他不愿意去他不想去我们直播间里面现在五六千人五千八百个人是不是和阿嘎我们会就是一直支持阿嘎 对不对 谢谢打的正能量你们支持阿尼和阿嘎的在公平上面打出来好不好你们就是呃支持阿嘎在农村里面创业不跟他那个那个表哥 去深圳的在外面要打出来好不好打个支持好不好 小点是你对这个手机有人吗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进你的直播间我看看我的直播间你没有资格进知不知道那直播间我的直播间里面是正能量直播间我我我怎么明白了你举个手机你说你直播你说你有五六千人你说你是骗我表妹了吧啊你是说你是什么网红手足你知道我直播间多少人吗我说了怕吓你一跳跟我混行吗我直播间十万人全支持我 知道吗你知道我六千假假人一个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跟你说话的你还假装给手机说话你挺会玩啊自言自语是吧挺会编呗 你就有什么话这个话说这句话呀真的有本事让他们哭让他们让我打个打个欢迎两个欢迎一下我去让我看看一个都没人打字吧欢迎让我直播间里面的家人欢迎你让他你有什么这个你有什么资格让他们欢迎你啊我告诉你啊你没有资格让他们欢迎你知不知道 欢迎我都是我都是我给他们面子都是都是他们给自己你的意思就是你让他们欢迎你就是给他们给给给直播间里面的叔叔爱哥给他们面子对你给他们面子对你有什么资格 真的这个人真的太气人了这有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刚刚说让就是直播间里面的叔叔爱哥给你们欢迎他是他给你们的面子他他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是不是对啊对啊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直播间是正能量直播间是不是直播间我们的叔叔爱哥姐姐是不是我们在关门上面打也不正能量好不好 阿刚其实没事的我们你坐嘛你坐嘛你只要你如果是你只要你不愿意去深圳我我就是直播间里面的家人和阿尼我们都会呃永远支持你去帮助你的好不好 你只不见你们的叔叔爱哥姐你们你们在关门上面打一波支持好不好到关门上面打一波支持阿嘎好不好我看有多少个人支持阿嘎的因为以前确实他帮了我